所以再来的话就是把 枢纽分析表 记得刚刚主要是把 路接到拖拉到这里 一样 然后它会产生之后最后再把我排序 一样立到 A 立到 A 排序 排完之后如果要留下前十项的话 那一样可以用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就是 词里面就会有前十项 那你按下前十项之后的话 直接按确定就留下前十项 当然不是说只有前十项 如果你假设你要五项 输入五就可以了 反正你要留几项就留几项 其实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 最后的话一样 你可以再把这个的结果 再点击分析 然后找到枢纽分析图 最后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画一个纸条图 按个确定 这个的话你会发现 路接到的前十的窃盗 道路就帮你抓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窃盗案件最多的 第一名 其实也不意外了 第二名忠孝东 可能忠孝东会太长了 应该一段到七段 南京东也是很长 内湖 内湖就比较意外了 罗斯福 罗斯福路也很长 明权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比较是属于热点 其他的话当然 你们还可以再做 像他还有其他栏位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用枢纽分析 再去统计什么 统计那个 时间 什么时间 切到案件最多 你会发现 十点到十二点 也就是大家上班之后 最容易发现切到案件 其次是哪一个呢 十二点到十四点 另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 直条图里面 其实还可以再加上所谓的交叉分析 就是说各区的数量之外 还可以再加上时间轴 所以里面的话可以直条图 里面还可以再加上比例的 这应该是堆叠直条图 可以在直条图里面 再多显示 这个比例部分 也就是有点像是直条图 加圆形图 但是却要在一个图里面显示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呈现 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有兴趣同学 不妨可以再去看一下 插入枢纽分析图 或者插入图表 其实结果也是一样 这个部分我想有兴趣同学自己再延伸去了解一下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资料 其他开放资料里面一堆 我记得印象中好像应该有六万多 六万多种资料 OK 那最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结合VBA 所以最后的话 如果我们刚刚主要是 把这个公式做出来了 可是呢 我希望把刚刚的 因为假设每一次 都会有新的资料进来 然后假设资料又重新重整了 如果我不希望每一次的话 下一次公式的话 最好再按个按钮 它可以帮我清除 清除应该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的话 就有一个是输出公式 把它输出这边跟这边 有没有看 这个是MID 这个是刚刚这一串 只是差别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只有一栏 现在是两栏 第一栏、第二栏 其实未来 你要更多栏 也都只要跑一个回圈 通通公式把它丢过来就OK了 清除的话 一样的方式 再来的话 最后这个地方比较难 我要怎么样把公式 转换成不是公式 而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 不是那个丢公式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输出公式 它其实公式这么长一串 那其实这么长一串 也就是会存在Excel里面 所以会造成Excel 会不断的膨胀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是丢结果的话 它只有存三个字 相对的 档案一定比较小 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 执行的效率 你会按下去 它还在转 大概要转个两秒钟 不过其实还好 两秒钟其实算快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这个 它转都没有转 马上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很快速的 就把资料处理 丢出去就OK了 所以相较之下 我发现 好像还是执行结果 会比较有效率 只是说呢 这个难度比较高 怎么说 因为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刚刚讲到的这些 Fine Fine当然前面讲过 我们Fine有用转换 要转成VBA的话 还记得哪一个函数吧 有一个叫INSTR IN3这个函数 那当然它的参数刚好颠倒 先找哪个位置 的哪一个字 那第二个的话 if where if where 那if where 前面我们是用if 我们就不是用if 就是用if 如果 那总共的话 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话 那特别注意 如果 第二种可能性 你就要记得有个else if 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的话 再eosif 那剩下来的话就是eos 这个有点像是 首先 这个是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这个就除此之外 有没有 所以 没有那么多 三种 所以 要怎么样把这个转换成 这个叙述 那就可以 把它变出来 不过还是有点难度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就来完成这三个按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不过是 没关系 好 好 不过是